在本届海伯会开幕式上 电商跨境贸易平台正式启动 这对于酝酿东盟市场已久的各大电商来说 无疑是一声响亮的启航号角 而海伯会上成为核心焦点的电商展区 也预示着跨境电子商务的热潮已经卷起 据组委会介绍 跨境贸易电商展区是海伯会最大的亮点之一 展区面积达1500多平方米 共规划了92个展位 32家参展企业实力雄厚 集中展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电商发展现状 在跨境贸易中出现的新动向 新液态等 展示及推广广东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贸易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及各服务环节 展示如何利用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帮助广东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 那我们这一次参加这个海伯会呢 因为我们整个跨境电商 实际上在国内来讲 只是今年是一个出发的一个阶段 在这种新液态下面 那我们公司也启动了这个国通达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我们就想利用海伯会的这次机会 一个是宣传我们这个跨境平台的一个功能 第二个也是利用海伯会这个平台 为我们来广栏客源 拓展我们的业务 内容呢主要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包括我们背后的这个 非公党舰体系 以及我们的正宫体系 展示一下我们比较有特色 有凝聚力的这样一个企业文化 我们跨境电商呢主要是想把 中国的一些名牌走向世界 世界的名牌呢可以更好地走进中国 所以说我们的业务呢主要就是有这些方面 希望呢有志于从事这些 或者是这些的企业或者是产品 可以和我们合作 达到双方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当然通过这次海伯会呢 我们首先是希望这次海伯会呢 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有所收获 能够圆满成功 接着呢就是说通过这次海伯会呢 吸引更多的那个公司和企业 来参与到这中来 另外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海伯会 然后共同推动我们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此外在海伯会公众开放日里 不少参观市民也从他们的角度 对跨境电商来了一番观点碰撞 对于这个泰国馆的话 我觉得是我走这么多来 它是最多人买的 然后我刚刚就在这里买了这个芒果缸 然后我是从小 就是说有时候都会吃这个 然后有时候就会感觉挺好吃的 就不同于我们中国的那些地方的芒果缸 就是比较进口就会很好吃那种感觉 东盟卫视MGTV记者 中国广东东莞报道 好 好